中台杜苏睿才通过台湾西南沿岸 带来惊人雨势 到28日上午为止 平东西大午山累积雨量飙破1500毫米 台东金针山同样破千毫米 跨通侧站多数超过800到900毫米 菲律宾海面上热带低压 立刻也在28日清晨 生成今年第七号台风卡努 杜苏睿它就在金门的旁边 台湾大概在中午前 应该会解除陆上台风情报 卡努台风它在菲律宾的东方海边 大概2000多公里的地方 它的确会来一个大转弯 杜苏睿前脚才准备离开 卡努右颈椎在后 海面上出现双台共存 根据各国预测卡努路径 下周一往北再转往西北 接近流头海面 但到了下周二开始 欧洲模式显示接近台湾 一路往中国前进 美国海军模式则是转向韩国或日本 预期会往浙江附近接近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还是 属于吹南风的形态 可能会带动整个南海的这个西南风 所以我们的水气可能在下礼拜三四之后 会变得比较多 卡努台风确切入境得等到31日才会明朗 短时间内不会影响台湾 加上都苏睿远离 周末起将回到典型夏季 午后雷雨天气形态 但专家提醒进入台风望盛期 未来出现双台共存都别太意外 卡努台风来势汹汹 只是未来怎么走 取决影响台湾程度 气象局也会密切观察 今週刘佩蔡晨佑采访报道